歡迎我們開放Coin聽聽你寶貴的意見 來第一通街高雄的王小姐 王小姐你好 小君各位來賓大家好 我是要講說 那民進黨是不是可以發行一個遊行的 就是請黃市民出來偵辦這件事情 因為民進黨他們都看你們就是沒有人力吧 每次什麼事情他們不辦 或者什麼事情都沒有行政總理的部分 所以每次民進黨在做什麼事情 他們就是呼嚴你們 那是不是號召民眾上街頭 在特徵組的前面就是遊行 這樣會不會是比較有效果 讓全國觀眾看到這件事情 因為很多媒體 他們都認為是民進黨在抹黑 然後第二點 他們說的九二共識 一中我所想是說 一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是中華民國 因為在世界各國 我們只看到出去都用中華台北 從來沒有中華民國這個名字 那世界各國看到的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我們遵循憲法 那大陸有憲法這一套東西嗎 所以我想說馬英九他為什麼一直說中華民國 根本沒有中華民國這個字眼 在世界各國都沒有 好謝謝王小姐來台南的陳先生來陳先生你好 廖子波各位來賓以及全國鄉親大家好 個人亮紅燈是小 國家主權亮紅燈知識體大 馬英九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是包場獲新至今還是欺騙大家 陳英靈和江炳君筹簽署的文件裡面 沒有一中各表 絕對找不到有中華民國 馬英九當選如果中國派陳英靈來接管的話 我告到國際法庭也是被駁回 舉例那個台前到楊淑金的事件就是一個例子 因為馬英九把我們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點為中國的一省 世界衛生組織裡面就寫了 然後我們的國家主權沒有了 人權也沒有了 環境權也沒有了 有的是前置我們言論自由的反國家分裂法 一月十四號讓馬英九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黨 讓他們永遠修無薪假 好謝謝 好謝謝陳先生 來台中的張先生來 丁先生你好 廖子波你好 你好 你好 昨天你有補一個陸生三萬塊每個的 研究員或是學士的 十萬塊的代表人來的我們台灣 這你要再跟我們轉捕一下 雍古啊 你要知道到那個郭立委 你們這個要趕快做這個 因為他們所統計 國民黨所統計 都要害台灣人 台灣人的學生貸款八十幾萬 八十幾萬人不需要照顧 一國要賺一萬塊一兩萬 要延續美國的代表有三萬到六萬塊 這座國民黨沒有多繳繳才能夠用的 這國國的都真的要改變了 所以說國民黨的 國民黨的這些夭壽 夭壽的委會 都要給我倒了 沒有倒不可以用的 好 謝謝張先生 來 知道你的觀點 來 苗栗的魏小姐 魏小姐你好 你好 我主要是要對雷劍小姐講 我對於你父親對台灣 對中華民國的民主的 這個整個的貢獻 非常的非常的感覺到很感激 那她能今天能夠有你像這樣一個好女兒 這麼理性的來這裡來問政 我也非常高興 因為我覺得你的特質很像蔡英文 都是為台灣 都是為公平 都是為整個民主 那蔡英文我覺得是 她能夠感動我們 她知道台灣要愛惜 她知道要為這個主權 為這個治權 為這個民主來奮鬥 那當她現在面對到 這樣我們過去長期以來 我們所受到的白色統治的那種戒嚴的那種 那種威脅 同樣的威脅的時候 我相信雷小姐也是感同心受 那我希望說雷小姐可以好好 在國民黨裡面調查一下 或者是戒嚴一下 我們長期我們大家的想法 我們所知道的就是 我們這個戒嚴的白色恐怖的 那個的陰霾 長期都沒有去除掉 尤其他現在做出來調查局 這麼做 更讓我們加深我們的依據 那我非常感謝說 雷小姐你這麼理性的 站在這麼多 我們支持台灣人的中間 你能夠理性的來跟我們談 謝謝 謝謝魏小姐 謝謝你 來 嘉義的陳先生來 陳先生你好 我說你好 你好 今天有一個小姐 穿她的衣服 國旗很明 雷青委員 我不知道哪些人 雷青你還不知道 但是你還要去清 我還不穿出你 不然你也穿她的衣服 這是很可笑的啦 黃小明是名所相符的修法庭案 他為了馬英九 他是馬英九的銅牆特幣 為了效忠馬 他做法務部長 他做配合檢察長 他就說啦 把侯書折迫著 跳樓煮煮啦 管長無法做啦 欸 我跟你講 明明注重 注有定數啦 毫無庸罪言啦 馬先生啦 國民黨啦 可以去葛一週刊啦 他為什麼不去葛 其中必有鬼怪啦 我在你們這節目 我才講過啦 馬先生喔 當代都看報紙才知道 我再給你們考慮 說如果他們不怕怎麼 讓我們輕更看報紙才知道 所以他今天不敢說看報紙 他都說我不知道 這就是我跟他說的 他好像可以說而已 這相差是天狼之白 馬先生喔 飛行駒都是假的 他要健康是教生 他要台台還是教生 好啦謝謝嘉義的陳先生 知道你的觀點 謝謝你 謝謝你扣印起來 來新莊的張先生來 張先生你好 來張先生 來請說 大家好 是 媒體本來是最重要的 如果沒有媒體 我們怎麼會知道 國內外重要的事情 最主要是要中立嘛 像我們的司法單位也是要中立啊 像那個黃士明有講過一句話 沒有我不敢辦的案子 除了國民黨之外 因為他後面要講 你們都沒聽他講 我是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辦一個選舉不公遊行 要請那個 這位喊那句話的那個 蓮詹蓮先生出來喊 這是一個不公平的選舉 謝謝 好謝謝張先生 我們看到這幾天的整體的反應 這些民意代表的是什麼 在昨天我們做語音投票 國安會涉及樂權 請搜蔡英文 司法該不該調查 到了我們節目結束時 認為應該調查了 五萬兩千三百八十一通 國安會涉及樂權 請搜蔡英文 司法該不該調查 五萬兩千多通 認為應該調查 不應該的有一千兩百四十七通 然後在前一天的星期四 我們做了這樣的語音投票 國安會請搜蔡英文 馬說不知道您相信不相信 結果呢 不相信的高達六萬零八百三十三通 相信的只有八百九十一通 這是背後代表什麼樣的民意 然後這是在事件發生 就禮拜三一周刊 我們知道祖頭的事件 當時我們看到馬總統 跟相關的人士告 有的告司法 有的告民事 告刑事 那祖頭事件是這樣子 有控告動作 那麼一周刊報道 等於是樂權 這是國際大醜聞 等於是水門案的翻版 馬總統第一時間 拜三出版的時候 這是拜三的時候 記者問說總統你知道 蔡英文今天去哪裡嗎 我不知道 嗚著耳朵說我不知道 他說公義 我不知道 然後呢記者繼續問 國安貴把蔡英文請資交給你 馬總統說不知道 他說不知道 然後呢隔一天裡頭 我們就看到 蔡英文在前天晚上開記者會之後呢 七點半開記者會 九點十五分總統府舉行記者會回應 總統府半江太基的說法裡頭 有幾個重點 他這個重點裡頭就是說 馬總統從未要求調查局提供在野黨的行程 或者是顧票資料 調查局也從來沒有承報 也從來沒有指示國安單位 對在野黨的活動進行監控 就是說通通沒有這樣一個事實 所以呢我請教師俊明兄 馬總統說不知道 然後呢也說沒有做這樣的事情 這個事情就了了嗎 剛剛鄭榮兄特別提到 啊人民怎麼辦 這逼人民怎麼走 真相要誰來還原 我們自己想嗎 還是說這個就是抹黑 是這樣子嗎 我們看 剛才我跟大家舉例 美國為什麼水門案到最後會爆發出來 就是因為兩個華盛頓郵報的記者 非常一個叫伯恩斯坦 一個叫華德伍德 兩位器而不捨的一直在追蹤追蹤 追蹤到最後 查到原來就是尼克森自己陣營的人 前進去 同時期間 因為有聯邦調查局的副局長 暗中支持他們提供一些線索 叫他們往哪裡查往哪裡走 所以他們能夠慢慢把這個輪廓給他抠起來 美國為什麼強大 因為美國他的司法是獨立的 他的媒體是獨立的 他的所有的人身自由是受到保障的 當美國人民發現就是說 欸 竟然尼克森的競爭對手 會被另外尼克森總統的團隊去監控 這個是不得了的大事 而且我們我剛才提到 這個監控人是尼克森自己陣營裡頭的人 黨工前進去的 我們現在掌控我們在野黨 蔡英文總統候選人 所有情資的是我們總統 所以我們人民該怎麼辦 現在我們看到黃世民不講話 他還要求民進黨要尊重司法 我們明明知道這樣的一個特徵組的也好 或者是我們的檢查總黨也好 完全站在政黨跟正就是國民黨的立場 跟馬英九的立場在講話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真的要用選票來抵制 當然我個人也贊同就是說 如果我們來發動整個大遊行的時候 我個人是支持 要不然沒有用人民的力量 因為媒體的力量一半 一直營造說他是清白的 馬英九長期都是這樣子 白臉都他在做 黑臉另外一些人 暗中在做壞事的 都是另外一群國民黨人 所以我們用選票來抵制 來 康議員 語音投票證明 人民不相信馬英九不知道 語音投票也證明了 司法應該要辦這件案子 但是我們卻看不到黃世民辦任何的案子 而且他今天還竟然放話說 無可奉告 由他們的發言人來說說無可奉告 那我們真的很奇怪啊 為什麼 我們就質疑說 你是不是就辦綠不辦藍 那我們認為說你辦綠不辦藍 是長期以來人民的意向 而且是歷歷可證的 其實我想講一個四年前的案子 四年前的案子 特徵組 這是聯合報的頭版 他說謝長廷 那時候謝長廷是總統候選人 改列被告 這是特徵組放出來的消息寫在這裡 四年前我跟大家報告 這個案子從這個報紙報導以後 從來沒辦過 從來沒辦過 四年前就這樣子 所以我們看到這四年來 特徵組 對於民進黨的案子 尤其是總統候選人 他不但配合 配合這些民嘴或者是配合立委的抹黑 抹黑 匯選是國民黨長期以來的奧部 現在更升級了 升級到什麼 那不是監察不公開嗎 辦熱烘烘這麼公開 升級到國家機器介入 而且國家機器介入以後呢 對於綠的部分 民進黨的候選人部分 像謝長廷改列被告多大的新聞啊 那包括宇昌岸做多麼大的新聞 他就是辦綠啊 而且是怎麼樣 鬧烘烘的辦 可是對於國民黨的事情呢 是靜悄悄的 你今天問他 他說無可奉告 可是民進黨 跟你點接大片的報 黃世民他講 我們不知道 富邦的圖利案已經結案了 所以講電話辦還是結案 我們才知道 只要是跟國民黨有關 我們都懷疑他是靜悄悄的辦 而且你事後問他 他說已經結了 為什麼結 沒有人知道 他就簡單說已經結了 結案了 可是對於民進黨有關的案子 他卻事情還沒有 還沒有分案 或是快要分案的時候 他就跟你說要分案了 而且在分案的過程中 他馬上放消息出來 像這種就是立刻放消息 立刻媒體配合 然後放消息出來說 已經在辦了 他是要告訴我們什麼 這個人有問題 你們不要去支持他 他就是要配合國民黨 這整個選舉就這樣 所以我們就說 國民黨的奧部 除了會選 除了抹黑 抹黑以外 現在呢 國家機器介入了 司法不乾